对于微信管的冲突事件 马英九到今天为止三天内 道歉了六次可以说姿态低的不能再低 不过今天民间盛传 这其实是绿云设下的阴谋 这个阴谋论在民间发小 怎么说 那么当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沸宏泰的这个电梯呢 一路下来被困在了三楼 在三楼僵持了三十分钟 这个时候电梯里面的沸宏泰跟罗民财完全没有警觉心 还一路微笑 没想到就是利用这三十分钟 那么民进党在一楼集结了将近有五百人 等到他们到一楼之后 一看场面已经失控了出不去 那么民进党成功利用三十分钟的僵持 换来了接下来三个小时的冲突 到底真相如何 继续东东新闻调出了当天的真实画面 提供给你当天的真相 这是十二后到五点瞬间拍下了镜头 地点在微信管十三楼 豪作罗层的四名国民党立委遇上现营大将林耀文 以为师储有名结果碰壁摸彼此要走人 没想到这是请军入翁早就不好的局 立委搭电梯准备走人 结果两部电梯都困在三楼 立委在三楼记者在十三楼困了快十分钟 刚才刚说要报警一步电梯就来了 在三楼干嘛保全没出出口的话 记者到三楼马上就理解 这就是市场部长 市场部长 市场部长 前后不过三十分钟 立委部长狼狈离开 才出门口五百名群众早就等着 这是传说中的瓮中捉鳖 只需才三十分钟 是群情激愤还是遭有埋伏 这么多的群众围住现场 长阳总部的动员实力不容小看 东西门 综统保抖